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公民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德福 大家好 欢迎收看 11月1号的股市万德福 然后很多人看阿德的电视 都非常的开心 为什么非常的开心 因为很轻松嘛 因为阿德告诉你的 产业趋势向上 那就对了 那很多人笑阿德 说阿德 你又不会技术分析 每次都画 也要让你猜对 好啦 OK啦 猜对啦 来 你看看今天的盘 跟阿德画的一不一样 这上个礼拜画的 我不是说收盘以后再画的 来 今天小跌40点 今天最多跌都差不多588点 其实今天要跌个500多点 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把那个恐惧的 恐惧的通通杀出去 把他恐惧的通通杀出去 今天4100亿 比平常 大概多了六七百亿 对吧 多了六七百亿 那一定有人在杀股票 这一定的嘛 那杀完了他往上拉 是刻意往上拉的吗 如果你看台积电你会觉得 对喔 台积电拉上来 可是今天的台积电 最低跌的最高的话 差一百多点而已 那剩下的500点是谁 谁拉的 就是阿德讲的嘛 对吧 所谓电商嘛 第三方支付嘛 细光子嘛 还有最近的有一些什么 跟卫星有关系的 就上来了 那很多人一直讲说 老师阿你这个 为什么画得那么准 其实这个也不是啦 因为你在网路上随便找 就有了嘛 对吧 除非你看到那个盗版 或者大同小异嘛 为什么叫大同小异 因为这一波杀下来 对吧 如果它是空头 这个一定会破低嘛 没有过低咧 没有过低就往上 如果没有往上 很简单 你就画一二三四五 老师怎么画 就不是一二三四五 好那你就说 第三波有可能延长 对吧 那你就画三一三二三三三四 那第三三支四的话 它应该怎么样 回撤的比较深 没错吧 没错吧 如果你在这种所谓的延伸浪的话 那到三三支五之前 三支四应该是修正的比较 比较多的嘛 对吧 然后不管它再怎么多 它可以低于三支二 不能低于第二波嘛 对吧 所以说 我就在上个礼拜一直讲说 那跌破五百点不是就更好吗 杀凶一点嘛 因为下个礼拜 对吧 11月5号 11月5号 不就美国总统大选吗 如果杀深一点的话 那给我们买啊 买什么 就买阿德刚才讲的嘛 因为很多人都要听什么 金元代工 金元代工我讲的时候 还是很多人听不懂 那为什么听不懂 可能是阿德表达的不够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可能是 你听过很多很杂的 金元代工的讲法 台积电很多人在讲 对吧 可是他们都片断的在讲 你搞不清楚金元代工 到底在做什么 那阿德今天就简单 快速的讲一次 因为这不是今天阿德 要讲的重点 是很多人想听的重点 那很多人在买台积电嘛 对吧 很多人在买台积电嘛 那阿德不叫你买台积电 可是很多人想听 好那阿德今天就 尽量快速的讲一遍 什么叫金元代工 就带空晶片 那晶片那个图谁画的 就IC设计公司画的 对吧 阿你要画的要快 除了找AI以外 要找谁 找公版嘛 什么叫公版 就IP公司在做的 那你就知道 有一张图 叫电路图 好嘛 电路图他要做什么 做晶片 那晶片有多小 这个这个 到底多小 那个如果要讲公分 那毫米 奈米 阿德不会讲 因为阿德数字观念 没有那么强 这10的负几次方吧 对吧 好 那晶片到底多小 那我可以跟各位讲 如果你把一块晶片拿出来 用显微镜看 第一层看 我密密麻麻很多 你再把它拆开来 第二层看 第三层看 第四层看 有80层 有80层 那你这80层 你如果放大到最大 你可以看清楚 里面是什么 电晶体 只有阿德第一次跟各位讲的 电晶体 电晶体你通电 他就导电 你不通电的话 他不导电 你加电流或电压 他就导电 对吧 那为什么现阶段 进步到现在 以前阿德讲的是远古时代 那现在的电晶体 大概有多少颗 如果你以一颗晶片制作出来 大概有260亿颗 电晶体 那是一般成熟的 或者是14奈米的 对吧 如果高阶的大概有900亿颗 阿德坚信 现在有破千万 破千万亿颗的那个电晶体 现在一定有 现在一定有 其实阿德没有与时俱进 每天去爬梳没有 可是如果照现在的发展 有2.5D有3D 未来一个电晶体里面的 那个一个晶片里面的电晶体 少者 少者会破千万克 亿 千万亿 超过一千万亿个电晶体 那什么叫奈米 很简单啊 就是电晶体里面的杂体的宽度嘛 宽度2就是2奈米 那你那个杂体的宽度3就是3奈米 那2奈米到3奈米 甚至更低 是绝对怎么不是嘛 大约啦 大约啦 为什么叫大约 因为那个都要用显微镜看的话 不是方方正正的了 已经不是方方正正了 因为它要堆80层嘛 那怎么去堆 所以很多人开始在问啊 其实道理很简单 大家把它搞混 因为我们要制造这个晶片 大概要用一个 大概是300mm的嘛 300mm的 大概一个细晶圆嘛 对吧 那细晶圆怎么做的 用细原料做的 那用细纱嘛 细纱它是多晶 把它变成多晶 多晶变成单晶 单晶再切割 切割以后 然后把它磨平嘛 磨平嘛 大概0.35mm 啦 毫米啦 应该是啦 老师啊你要讲对 这个不用我讲对 如果有兴趣你要自己去查 大概0.35毫米 那要在上面做晶片怎么做 啊这么大啊 啊能做什么 最多大概切了260颗出来 对吧 260颗嘛 如果你的技术层级越高 那你切出来的颗数量率就越多嘛 那正常大概是260颗嘛 好 那这每一颗 阿德刚才讲过 要80层 为什么要80层 因为如果你放了一个披萨在上面 上面要做晶片 那你要怎么做 你披萨上面要磨一层什么 锡科膜嘛 不然你怎么把那个东西印上去 对嘛 你如果涂上去的话 你要先把它烘干啊 你那个滴一滴药水进去 你要如何把它平布在这个晶圆上 那很简单嘛 用高速离心力 转一下 转一下它就平均了 平均一些风干 风干不是用那个烤的啦 大概是用风这一类的 你把它风干了以后 然后又要用光照 那你不要以为光照很便宜 光照如果要照一次 大概要30 30吧 30万美金 不骗你啦 差不多30万 要照80次 所以做出来的晶片贵十分 对啊 如果让它做CPU的 或GPU的 真的超贵的 少说啦 每一颗啊 都几十万起跳的 对吧 好 所以如果你看看 你那风干了以后 为什么要用光照 光照就好像是说 比如说 我这个把它刻一个 镂空的阿德的德 然后用那个喷漆 把它喷上去 一样的道理啊 我不是用喷漆喷 我用什么 用光嘛 很多人说光 为什么会洗颗 又不是雷射光 是因为我们早期 我们在座 如果你以前在做电弓的话 你是用那个什么 腐蚀性的嘛 所以叫洗嘛 轻死的意思嘛 可是现在不是啊 现在用显影 什么叫显影 就围影设备嘛 围影设备就是一个光照机嘛 那一个光照一下来的时候 光照机经过什么 缩小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我不知道几次啊 太久不知道了 对啊 就把它印在 你要印的地方 对吧 所以一个晶圆如果在动的话 它是左右动 左右动 左右动还是上下动 其实应该是左右动嘛 那我那个光照机都要照 你一直动 就可以两百多个嘛 不是吗 就这样啊 这就是晶圆制造的 所谓比较上面的嘛 对吧 为什么要一层两层三层四层四五层六层 为什么要照之前要涂一层 因为你现在光照进去 有些东西的话没照到嘛 因为被挡住嘛 被光照的一个那个陷入图挡住嘛 挡住的时候它变成什么时候 它还活着 被照到了就见光死啊 很多人叫做见光死嘛 好啊见光死了以后 你照了一次的时候 要照第二次的时候 第一次的话 那个被照到的见光死的那个膜 要清洗嘛 对吧 要清洗嘛 所以叫清洗液嘛 所以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嘛 你不要看那个那照相的那个 所谓的微影的那个照相的 爱斯莫尔 很贵耶 你如果在高速公路上 你碰到那种车啊 要闪远一点啊 我们知道我们当今 所有的人喜欢跑车的哦 尤其是男生啊 那最贵的跑车大概一亿 一亿上下嘛 对不对 你知道那个光刻机 一台多少嘛 超过六十亿 所以你在高速公路看到那种车 闪远一点耶 闪远一点耶 真的啊 我不骗你啦 我不是说会发生什么事情 反正你看到就好了 闪远一点 对啊 你看到爱斯莫尔的那种大卡车 而且是封装起来的 外面都看不到了 只有看到那个马克的那个 车子你不要靠太近啊 真的我不骗你啊 所以说重点来啦 如果这样做来做来 做了八十层 然后开始就 现在有新的技术 以前要怎么样 先测试嘛 看哪一个是不行不行 就做记号 然后再切割嘛 叫做封装就测试嘛 测试封装 测试封装 测试封装嘛 所以测试封装以后要切个出来嘛 那现在没有说 我先测试封装都做好了 再切嘛 对吧 这新的技术嘛 所以说讲到这里 我就要讲股票了 为什么 很多人不懂这个 所以以前 很多专家就在讲 库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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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瓦斯很棒 可台积电不会放 为什么 库瓦斯我放出去了 日月光会不会做 会嘛 日月光是全世界的 封装测试试第一名嘛 对不 他会不会做 会嘛 那我丢给你 我的利润变少啦 对不对 如果我自己做 就像光照一样 我自己做 那我利润就变高了嘛 对吧 那我的客户 连着度就变高了 所以很多 很多事情 阿德 就跟各位讲 你要懂产业啊 你不懂产业的话 每天跟人家追高杀低 没用啊 为什么 因为你不懂产业的话 你不晓得那个产业趋势 向上还是向下 如果产业趋势向上 阿德告诉你 买了不赚都很难啊 对吧 就像阿德的 3081 这是不是代表做 阿德第一个讲的 讲到他跌停没有人敢讲 阿德还继续讲 今天又涨了 然后我请问各位 这种股票好不好 好不好 阿德老师会赚就是好啊 那为什么他会赚 我就问各位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产业趋势 以前他跟Intel 合作要做什么 细光子 没错吧 那现在 台积电要不要做细光子 要啊 那以前全世界只有 Intel要推这个技术嘛 推得起来吗 推不起来 推不起来 它是不是一个产业趋势 不是嘛 可是现在因为有AI嘛 也要有高速运算嘛 对吧 有云端嘛 有现在有AI server嘛 你不管是真的假的 未来会怎么样 他一定要怎么样 要高速传输嘛 所以他要怎样 细光子 所以他变成趋势嘛 既然他成为趋势 那我请问各位 你看了就看得懂了嘛 这不用阿德自己讲嘛 你看看 今天 什么股票抢 细光子抢 为什么细光子抢 因为他会涨停啊 因为阿德告诉你的时候 你不相信 对不对 没错吧 来我请问各位 联光通我给你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觉 没感觉啊 因为没有人在讲啊 像阿德在说细光子啊 不知道今天假的啊 好 那今天亮灯掌停 你有什么感觉 老师啊 对哦 那对哦 对吧 还有 环宇 环宇到底真的假的 我也不知道啊 你买了就知道啊 因为阿德告诉你的时候 你买得到吗 买得到啊 一定买得到啊 用突破拉回 就是很好的买点 四字头啊 今天掌停板几字头 七字头啊 所以你要赚一个 不要说赚一个股本啊 你说你现在有五百万 不要说赚一倍啦 你赚个两百五十万 应该可以吧 产业局势向上 这些股票都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细光子是这样 那现在的 所谓的第三方支付 现在的网家这一类的 现在的绿界这一类 现在的所谓的商城 所谓电商好不好 不知道啊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到底产业好不好 那你看美国啊 美国亚马逊大好 盘后就大涨了 跟亚马逊有合作的 GPS的 对吧 叫加敏 嘎敏 你一定听过这个名词嘛 嘎敏 嘿 财报出来 一天飙二十几% 所以他是不是趋势 是啊 电商是趋势 第三方支付是趋势 所以有些股票你一定要买 真的要买 你以前错过了 真的第三方支付你错过了 他拉回来你一定要买 你千乱要买 很多股票 现在拉回来就是要让你买的 对吧 我们拉回来你买 一定要买 然后我请问你 到今天 你又没有赚 有没有赚 赚了啦 那为什么这些股票可以 要产业趋势向上 所以阿德今天要告诉各位 其实讲那么多 产业讲不完啦 如果你有 那个求资的欲望 没关系啊 我白天有节目啊 你可以看阿德在讲产业啊 对吧 所以产业向上 就是给你赚 那11月呢 11月呢 我说你不用拆了 拆股票其实很困扰啦 你想想看 股票一定要追最低吗 不用啦 他最低八九十块 我跟你讲 讲到喉咙都沙哑了 你也不想买 可是一字头叫你买 有人就跟着了 如果你跟着 不多啦 三百万 现在八百七十三万 多不多 其实也不多啦 我告诉各位 产业趋势最好的地方在哪里 如果那是对的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 你通通赚 这才叫做产业趋势啊 这不一定你要买最低喔 只要这个产业对了 你看看今天的联军 今天的光盛 如果有光盛 你资金很大的人 我要告诉各位啦 光盛他因为有发行CB啦 如果你真的很是大资金 在各个券商都是No.1的 不要说No.1啦 前三名就好了啦 你想要赚 你如果有配额 你来找阿德 你来找阿德 阿德教你怎么做 因为他也是一笔不小的钱 可以赚的 可以做的 那你如果 没有配额 那就不用做 直接买趋势向上 我常常讲说趋势向上 真的不赚多难啊 为什么人家一个革命 一个财报那么好 他没有讲到那个航空这一块 没有讲到战争这一块 人家就已经一天可以喷二十几%了 对吧 财业趋势重不重要 重要 电商重不重要 重要 所以我就要告诉各位 如果你有网家的人 千万不要卖 如果你有绿界的人 千万不要卖 这是阿德跟你讲的 为什么 因为产业趋势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我就跟他问各位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一直跟你讲说 产业趋势产业趋势 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如果联亚以前六百块 那时候还没有产业趋势 只有他单打独斗 现在有光盛有联军有点点点 有一大堆的西光子出来了 那我请问你 现在以前六百 现在在三字头 你认为合理吗 合理吗 以前没有产业趋势 没有成型 现在产业趋势成型了 那我请问你 他还会停留在三字头吗 对嘛 所以说 你的代表做在哪里 如果你没有连亚 如果你没有王家 如果你没有绿界 如果你没有联军 真的啦 阿德告诉你 十一月的代表做 你要自己拿 再说一次 不用猜 想赚的 你真正想赚的 今天阿德告诉你 今天星期五 你真的想赚的 愿意赚的 来跟阿德诚实在一起 你那阿德给你的股票 产业都说在前面 如果你认同 来 请加赚留言赚 为什么要赚 想赚的 要赚的 要赚一起大的 对吧 那掌停班一起来 我现在要准备进广告 十一月份 代表什么 十一月份过去 过去的不重要 未来才是你的 十一月涨停列车 等你来 进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新世代888 惊喜驾 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融年 一路赚到底 惊喜专线 02 8511 3366 8511 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投顾 全心照顾 02 8511 3366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我在股市打拼 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责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我公民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 欢迎回到现场 很多人想说 我要赚钱 我也知道你想赚钱 可是赚钱的出发点在哪里 如果你是产业趋势是对的 我告诉各位啦 你买了很放心啦 你买了你放着你也很放心啦 因为他产业趋势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老师 不是一个专家 或是一两三个专家 就能把他带动起来 矽光子不是因为阿德奖 他才红的 是因为大家不知道 可是全世界都在发展矽光子的时候 阿德讲出来 他才红的啊 COWAS不是阿德一个人说他不会涨 他就不会涨了 因为COWAS台积电 他要把他收在自己座嘛 这就是产业啊 如果你懂产业 其实产业蛮好懂的吧 对吧 就像你加一个QR CODE 你了解一个产业 他产业的趋势是对的 那就很好赚啊 所以你干嘛要拆呢 阿德再说一次 不要拆 只要想赚钱的 想要有代表做的 想要赚一次大的 想要涨停列车的 来 那你现在就加进来 跟阿德一起来赚钱 来 请加LINE 留言赚 涨停板 一起来 我把时间留给各位 各位加到阿德的QR CODE 想问什么 都可以 祝各位操作顺利 我们下周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